这样叫class ok 那把它加上去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在 我们就产生我们要的资料库之后再切回来 那请各位产生一个新的 这个 这个webform 就是我们的这个网页 再来的话能分别再把我们需要的 几个东西加进来 比如这个datasource再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一样做设定的这个我想都比较简单一些些 可以直接选取好直接选取这个 MDF 下一步 然后连 Connecting 那把所有资料抓过来 测试一下看有没有联通 里面还没资料 先完成 那资料部分的话呢请各位看用什么方式把它转换 那你可以用SS 用Excel用Word用各种方式都ok 那把资料然后再把它直接放到 我们的这个地方把他直接执行起来 按右键之后显示资料表的资料 那就可以直接把资料然后直接贴上去 把贴上去 那资料的话 资料 资料未经认可 所以资料是有lose 看起来没问题 ok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资料 ok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资料把它秀出来 那请各位先把这部分先完成好了 那在讲这个之前 呢 那 好